好,在了解了宿主的基本概念过后 我们也理解了宿主其实就是一个空间 那么对于这个空间我们如何操作呢 首先我们第一部分就需要考虑这个空间的什么 初始化问题 那么所谓的宿主空间的初始化问题 我们就可以认为其实就是这个空间的什么 负值问题 那这个负值我们该如何操作呢 首先我们看一个例子 Int A10 那么之前我们提到过 A10只是在生名的时候这个实起作用 告诉你我们是10个空间 那么我们的标签标号呢 是什么0到9 这些都属于我们基本概念 这地方就不再重复了 然后那我们的操作是不是就是后面的操作 当然是可以无穷的操作 但是合法操作就只能是0到9之间来取值 然后我们就怎么的 A0怎么怎么样操作 对不对 然后A1怎么怎么样操作 所以我们的感觉呢 其实就是宿主空间的负值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对每一个标签进行一个什么 等号初始化 所以说空间的负值呢 其实它非常的简单 或者说它的原则只有一个 就是什么 按照标签 按照标签逐一处理就可以了 所谓的处理就是 因为我们说负值在c元中就等号 或者什么加等 什么其他符号 最终的目的就是等 那么它按照标签逐一逐一的把它什么 把它复进去 这就是我们空间负值的一个原则 只是这个原则呢 在我们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呢 程序员觉得这个略微的啰嗦了 略微的啰嗦了 那么能不能怎么呢 在定义的时候啊 就直接给我付好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先说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负值的原则没有改变 还是按照标签你一个个处理啊 但是呢 他就这样想 能不能啊 就是就程序员如果这样做 那么就程序员的工作量啊 程序员这样负值啊 是不是工作量比较大啊 工作量啊比较大 但是是不是该这样做呢 确实没有问题 就该这么做啊 没有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只有这样的 就是工作量比较大 所以这个时候程序员就想 那我能不能偷懒一下 让什么呢 那能不能 能不能啊 什么 让我们的什么 编译器 编译器进行一些什么呢 一些自动处理 自动处理 然后怎么 帮助程序员 写什么 如上的程序 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我们想到一种方法 就是说你虽然是我们的负值的原则 只有这么一种啊 非常单纯 A0 A1 A2 然后把逐一逐一的负值 那有没有办法怎么的 我能够让编译器让我们负值 因为这样显得我们程序员 要敲的代码量太大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叫什么 叫做定义过后 就是你的空间定义时 就什么的 就什么 就告知编译器的什么 初始化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再就又叫做什么呢 叫做空间的第一次负值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编译器的一些特性 来帮我们做什么呢 初始化操作 做初始化操作 所以说我们所谓的数主空间初始化 其实指的是数主这个空间 在负值操作中的什么 第一次 那么一旦第二次在负值 那么我们还能不能这样做了 就不能按照我们后面要讲的内容来做了 就说我们在学习这个内容之前 先要有个非常明确的思想 就是空间的负值 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办法 它只能什么 一个一个负 而且按照标签的形式 一个个负 好 那下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 第一组有些同学说 老师你看我们原来写程序 有是这样写的 比如说A 比如A10 然后我们初始化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分号之前 一定要加上等号 然后把我们要考的内存 付给它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这个等号 和我们第一次定义挨在一起 就叫我们什么 第一次初始化 第一次初始化中 我们后面就一定要跟什么 跟空间了 也就是我把这个空间 给你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空间怎么给的呢 那有些东西我们C元中 有没有空间给空间的办法呢 好 这我们先说一下 C元本身 或者说我们的CPU内部 本身什么的 可能是不支持 一般来说 本身一般 不支持什么 空间和什么 空间的拷贝 就说是一个大数据和大数据之间拷贝 而是一个什么 最小数据元素之间拷贝 比如英特英特 四个字节 四个字节 或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来拷 它支持这个 一般CPU是这样来做的 但是呢 我们这种大空间支持 CPU其实不支持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程序员又写成这个样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其实啊 这个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 我们C元看到了第一个初始化过后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空间里的值 逐一的进行复制进去 也就是说当我们写成这个样子 英特A10 然后我们说过 这个空间该怎么表示 空间记住 大家一定要记住 大括号 看到大括号 第一个反应 它描述的括号里面内容是个空间 是一个块 这个块里头 比如说你看 我写成10 20 30 那么这个每一个块中 我们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逗号进行表示 这地方有点小 可能看不清 然后 那么接着呢 那这样的空间呢 我们就认为有三个什么 这样的字节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 这一个是不是整形 整形是不是一个硬特 看没有 一个硬特 然后进行操作 然后它按照这个样的硬特 就跟我们这个硬特 就逐一的进行复制了 逐一的进行复制了 好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它就相当于 其实你写成这样的话 虽然给我们的感觉 好像是一句话 把1023是给A0 A的操作 其实如果以后 我们在学完Arm汇编过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反汇编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地方 它会内部 相当于完成一个叫什么 叫拷贝的过程 只是这个拷贝呢 有分很多种 不同编器 会调用不同的函数 或者是其他方式来做 这个要看具体CPU体系了 但是我们要明确 其实这句话 从效率角度来讲 它其实CPU还是做了什么 A0等于啥 等于10 A1等于什么 20 然后A2等于什么 30 当然有些东西说 后面怎么办 后面我们说因为是空间 所以说A3 这要看默认编辑器来说就是0 就是你不写它默认就把0给它附进去 当然这个要看 看有些编辑器它没有设0的话 你可能就这个地方就随机值 随机值 这个不好说 这个你要看具体情况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 不要给自己挖坑 对不对 你既然想这个地方一定是这些词 后面是随机词的话 那你就这么写 没关系 但是你说后面一定是0的话 那最好把这个0都怎么写上去 对不对 就是尽量把我们自己的语意描述得清楚一点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先提到这 就是说我们首先第一个想法 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原来数数初始化是我们一句话就完成了 那么这个是错的 这个在我们实际开发中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效率 跟逐一复制的效率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写这样的代码 和你在下面再写这么一行代码 其实效果一样 只是程序员偷懒 用这个初始化的方式来处理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知识点 还要注意就是这个大括号 大括号代表的就是我们空间的一个限制块 利用这个限制块 我们进行所谓的负质操作 用这个等号来做 但这个等号一定要明确 这个等号其实非常的 跟我们前面所说的什么 int a 然后a等于10 这种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C元是没有空间和空间拷贝的概念 所以这个时候C元编辑 往往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调用一些 调用一些标准库 或者说甚至来说它的一些 比如像我们这样逐一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代码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演示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以后我们上到罗版程序过后 你才会看到这个效果 因为我们现在有超市系统 你现在它本身的一个内部库都支持 所以你这个演示不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 因为这个地方作为嵌入式工程师 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地方 就是说这种C元宿主空间的初始化 就是我们的宿主空间的初始化 和什么呢 变量的初始化 是本质上是什么的 本质是什么 不同的 那么尤其在什么 在嵌入式的裸机开发中 裸机开发中 那么空间的初始化 空间的初始化 往往需要什么呢 往往需要一些什么 库函数的辅助 或者是我们程序员的一些什么 人为设计 这个跟 因为我们是学嵌入式 所以这个地方我要先提一下 输主空间的一个初始化问题 好 那么这个只是对于输主初始化的 我们第一个思路 要明确的就是我的 它的一个本身的本质是这样的 那么空间的操作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 非常简单一句话 但是是以后我们大家 所有编程的一个唯一的事项 逐一处理的事项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举的一个int的例子 那下面呢 我们就要看一看 那对于空间初始化中呢 我们先说第一组空间 就是之前我们原来说过的 我们的最小空间 我们软件的最小空间 还记得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恰 对不对 恰类型 恰类型空间 那么恰类型空间呢 在我们的实际开发中呢 经常的犯的错误是非常多的 因为它是一个 大家在认识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误区 比如你看我第一个 Buffer中啊 它的复制方法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你可以写N 就说你这个地方确实是数 比如十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还是一样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用大括号 大括号扩起来 然后呢因为我们是空间拷贝 空间拷贝怎么做呢 第一组单引号嘛 我把这个字体放大一点啊 那我们就是单引号啊 我们单引号怎么呢 比如说我A 然后单引号B 那么为什么这样可以呢 因为我说单引号A一定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是八个比特 对不对 它刚好对应的恰空间 所以可以逐一逐一的拷贝 那么这种复制方式呢 这种复制方式呢 我们这种复制方式 首先来说没有问题 但是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空间啊 真的要当成什么呢 这样我说一下啊 如果当成普通内存 普通内存来看 那也说它这里头存的 可能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物理意义啊 它就是个数 就是一个1010的集合的数 然后可能在我们某些场景上 用一些特殊意义而已啊 就是说它并不代表一些 比如制服啊 我们给人看的那个东西啊 是可能计算机内部的一个编码问题啊 那么这样的复制是什么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buffer的内存啊 是当成了什么 当成一个什么 制服串来看 就是因为你本身定义的chart的目的 不就是有这个 有这么一个想法吗 就是说你把它当成一个制服来看 对不对 那这样的复制 我们说问题就一定要小心啊 这种复制是什么 制服串我们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啊 说到制服串 它的重要的重要属性啊 重要属性是什么 是吧 就是它制服串的重要属性是什么 就是结尾 结尾一定有一个什么 有个什么 反斜线0 所谓的反斜线0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内存中 是不是0的表示形式 对不对 所以这个结尾一定要有个0标志 所以这种制服串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这种复制一定要记着什么的 最后 最后加上什么 一个什么 反斜线0啊 或者说什么 或者什么 或者就是0行不行 也是可以的啊 因为0其实就是它 对不对 就是它 好 所以这是第一组复制方式啊 对于圈的复制中 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第二组 圈还是一样 8分我们10没有问题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当然还是先手当其冲 先把它块写起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用双引号 比如说写ABC 那你看 这样又有什么问题没有呢 我们说这种写法呢 是我们对于 8分当成制服串空间来看 最合理的写法 就是说 你怎么的 你为什么双引号 这个量不加反斜线0呢 因为我说双引号 内部带没带 就C元编起 看到双引号的时候 它其实自动夹 看没有 就这个案例说 它没有夹 你看我们没有写 对不对 但是C元编起 其实是帮我们把这个反斜线 在双引号中 怎么的 已经加进去了 已经加进去了 所以说在 它在翻译过程中 这个地方 其实是四个字节 看没有 这个地方三个字节 好 所以这是我们 第一种复制方式 就是 当然这个buffer 如果说当成普通内存 那这样复制就乱的 就肯定出错 因为 在内存中看到0 因为我们就只当 当普通内存的 一些数据的站位而已 那么这种 这是第一种 当然这种复制 基本上百分之百 都是跟什么 让buffer去存一个字不串 的最简单方式 当然还有简单的 后来呢 试源编起就想了 这个大括号和双引号 好像都是块 都是块 所以算了 那我们就怎么的 我们把这个 这个块 就怎么的 干脆双引号 和大括号之间 我们舍一个 舍大括号 那就这样写 这样的写法呢 我们也称之为 abc 这个内存 逐一的烤到buffer中 这种写法 一定要跟什么 跟 恰心 p 等于 双引号 abc 要一定要怎么的 要完完全全的分开 它的区别 这个的过程是 buffer有空间 它把abc 逐个逐个的 给你烤进去 而这种是 只是有空间 但是这个空间 是四个字节 只指它的地址而已 也就是说 这句话执行完过后 其实我们系统 有两个abc 一个是常量的abc 一个是我们的变量abc 看到没有 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等号 是完成了常量去 向变量去拷贝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后面 再对这个buffer 操作的时候 是可变的 因为buffer是可变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 对这个abc进行改变 行不行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 有些同学说 这个abc是什么东西 这个空间是什么呢 我们下面可以 快速的看一个小例子 你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看 这地方我们看一个 这个小例子 叫002.c 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自己先编好 我们看 这句话非常简单 就是看双引号abc 咱们看一下它 比如我们空间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看一看它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 好这地方有一些警告 我们不管 先运行起来 这是个啥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 它其实我们如果 以后再讲内存具体块分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理解 它其实是端内存 其实是端内存 内存的地址 内存地址 所以说双引号 我们就要把它理解成什么 它其实就在我们的一个内存中存在着 然后把这样的内存怎么的 通过这样出子化的方法 考到这个变量区中 看到没有 长量区向变量区去指 去考 而这个是什么 是用指针去指长量区 那很显然buff能变 p能变波 就说这点一定要理解到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面试中 或者是开发中经常会用到这样的想法 比如说这地方我写个buffer2 让它变了 不到abc了 abe好吧 行不行呢 我们说这没问题 因为buffer你变来变去 是不是都在buffer的变量区 但这个行不行 pr等于e 行不行 这就不行 这一旦执行肯定出现什么 断错误 这个希望大家下来可以自己通过一些代码 你自己敲 自己敲 自己试 看这个现象 是不是这个道理 原因就是什么 因为p指向长量 你对长量区修改 肯定系统不干 我现在对变量区修改 没有任何的问题 看没有 所以对于这个地方 我们先要理解第一个概念 是对于chart初始化中的 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